不得了,川普要排山倒海,孟晚舟案后还排50多个大案,美媒报道,美国约六成监视器安装有华为旗下海思半导铁公司的芯片,令人担心安全风险中共政权补贴高科技公司,是中美双方的主要分歧所在。 补贴使中国企业,以超低价格在国际市场击垮没有补贴的外国同行。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美贸易争端,持续未解当中一个争论点是知识产权问题。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日前已公开表明该局目前手上有50多宗商业间谍案,几乎都与中共有关意味着,将会有更多涉及中共的盗取商业机密案陆续曝光。 分析认为,中共不会放弃国家补贴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华为芯片早遍布美六成监视器尽管美,国力促盟国物,采用华为的5G设备,以免遭间谍活动渗透。 然而彭博资讯的报道指出,华为旗下海思半导体的芯片,早就遍布在全美约60%的监视摄影机内部中报道指出,位于加州的监视摄影机制造商Pelco去年原先为一款高解析度,据其他先进功能的监视器,设下远大的销售目标,后来目标受到挫败。 原因是美国国会去年8月,修法禁止美国军方与政府向与中共当局关系太过密切的企业凯购设备。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迄今为止焦点,主要集中在华为遍布全世界,协助运作通讯网络的电信设备,然而海思半导体的。 芯片现在也引发疑虑,原因是美国约60%的监视器,都安装海思的芯片。 这代表中国的芯片处理,安装在全美批萨店,办公室与银行等各地的监视器所录下的画面。 中美贸易战焦点,中共政权补贴高科技公司法广报道,北京推出的2025计划,旨在由中共当局对企业补贴,使这些公司得以通过超低价格,在国际市场击垮没有补贴的外国同行。 美国一名官员,曾向法新社表示,如果不采取遏制措施,中共向全球倾销钢材的情况,会被复制到其他领域,包括通信设备。 社交网日前有位疑似业内人士透露诺基亚和三星,在技术方面与华为差不多,但他们敌不过华为的超低价格竞争。 华为的价格低于其他公司30-40%,据美国电信业界传出的估算。 中共当局向华为公司提供的补贴,可能超过千亿美元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不过。 由于华为公司坚决不上市资金来源不透明,所以这个推测,无法获得官方证实。 华为孟晚舟类似案例,将会陆续有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熟悉国际关系的台湾学者,华人民主书院董事曾建源认为,在新一轮中美贸易谈判的敏感时刻, 再爆出涉及中共的盗取商业机密案,更能显示中国商业间谍问题的严重性。 且不是单一商业行为,而是背后有国家支持他相信各国,已对中共保持高度警惕类似案例,将会陆续有来。 曾建源说,关于中共的这个商业间谍案,不止在美国,我想接下来世界各国在开始检视这个问题之后,包括台湾的例句接踵而来。 当各国意识到这个商业间谍问题的严重之后,再加上这个商业间谍背后,是中共庞大的国家力量,来渗透它的国家力量,到各个国家的社会当中,让中共有机会取得全球。 甚至全球每个人的秘密,又危害国际正常,世界贸易的资讯,这才是最严重的地方。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曾建源续指,自从华为事件曝光,已引发西方国家抵制中共效应。 但问题是,中共至今仍未反省,还把责任推到西方国家,只能靠世界各国给予更大施压。 曾建源说中共现在的态度这样麻烦的话,我想他终究付出代价分析,中共不会放弃补贴中国制造2025时事评论人士魏普分析第一。 中国制造2025,是美洲贸易谈判僵持不下的一个重要议题。 而华为正是中国制造2025中的标杆性企业。 华为早在2015年就表示,中国制造2025战略,正在中国催生一场新工业革命,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制造业向智能化的方向转型。 华为被中共看作是这场新工业革命的龙头企业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第二。 美国要中共放弃有中共补贴和支持的中国制造2025,中共认为那是自己的发展权不愿放。 其后来虽说,中共不再公开场合,提了特朗普也说中共放弃了。 但特朗普的鹰派大将,并不相信中国会真的放弃。 因此提出要审查中共方面执行谈判的结果,第三刘鹤访美,和起诉孟晚舟在时间上的巧合。 对中共不利对美国则不然美国方面,正好借力打利用起诉华为和孟晚舟案,逼迫中共彻底断了2025之念想,但中共绝不会为此而放弃2025规划。